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 元代 元代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时间表 元代是什么时候 现在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是中华民国 就是现在的台湾政府 然后是清代 明代 元代 元代就是这个时候 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古族 相传 元氏族忽必烈 带领军队南中 相传 相传的意思就是听说 以前的传说 以前的故事 元氏族忽必烈 就是元代的开国皇帝 元代的第一个王 忽必烈 忽必烈名字 元代的第一个皇帝的名字 带领军队南中 带领 带领就是带着的意思 A带领B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习近平带领中国人 习近平带领中国人 军队南中 军队南中 南中是在南方打仗 在南方打仗 就叫南中 一次经历激战后 激战就是激烈的战斗 激烈的战斗 激烈的战斗后 人困马乏 鸡长鹿鹿 人困马乏 的意思就是人很困 马很累 意思就是非常累 部队非常累 鸡长鹿鹿 鸡长鹿鹿的意思就是肚子很饿 肚子非常饿的意思 部队停下沙羊烧火 沙羊烧火 正准备烤羊肉时 烤是一个动词 是烹饪的一种方法 是做菜的一种方法 在火上进行料理 在火上做菜 这个叫烤 烤羊肉时收到消息 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 敌军 敌军就是敌人 和自己打仗的人 就叫敌军 敌人 大队人马 大队人马的意思是很多人和马 就叫大队人马 追赶而来 追赶而来的意思就是朝他们这个方向快速地跑过来 仅距驻驻地十里 仅距驻地十里的意思就是离他们只有十公里 离他们只有十公里 很近了 马上就要到他们的这个驻地了 就要到他们休息的这个地方了 忽必烈边下令部队开拔 开拔的意思就是出发的意思 这是军队里面用的一个词语 出发 开始打仗 开始准备的意思 边喊羊肉 就是敌人马上就要到这儿了 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 忽必烈呢 一边告诉这些部队 出发 准备打仗 一边喊 快点 羊肉 给我羊肉 可烤羊肉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制作羊肉 做羊肉这个烤羊肉已经没有时间了 来不及就是没有时间了 厨师集中生智 集中生智的意思就是在非常着急的情况下想出一个办法 就叫集中生智 有时候我们非常着急的时候反而想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飞快地将羊肉切成片 飞快地就是很快速地迅速地将羊肉切成片 切成片 切是用刀做的这个动作 我们叫切 我们可以说切成片 切成丁 切成丝 这是料理做菜时候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语句 放在废水锅中搅拌 废水就是100度的水 搅拌 搅拌在锅里面来回的翻食物 带肉色一遍 即捞在碗里 带是等待的意思 肉色肉的颜色一遍变化的时候 记就是马上捞在碗里 捞是一个动词 在水里把东西拿出来 我们就叫捞 捞在碗里 撒上盐面 葱花 姜末 撒是一个动词 撒上盐面 葱花 姜末 送给忽必烈食用 食用的意思就是吃 时候迎战或大胜 时候就吃了以后去打仗 胜利了 或大胜就是胜利了 筹办庆功宴时 筹办庆功宴 庆功宴就是成功了以后大家一起聚餐 成功了以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意思 筹办庆功宴时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时 忽必烈特意点了战前吃的羊肉片 忽必烈特意点了战前吃的羊肉片 就是他要了打仗之前吃的那个羊肉片 厨师为此效仿上法 精细制作 效仿上法的意思就是模仿上次的方法 精细制作就是更认真 更仔细的好好的做了一次 并配以腐乳辣椒等多种佐料 并配以就是加上再添加腐乳辣椒等多种佐料 将士们吃了赞不绝口 将士们就是打仗的这些人 吃了赞不绝口 赞不绝口的意思就是称赞表扬 非常喜欢啊 真棒真好吃 忽必烈当即赐名为涮羊肉 忽必烈当即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赐名赐名就是起名字为涮羊肉 这个忽必烈呢 就在此刻就给这道菜起了名字叫涮羊肉 所以涮羊肉这道菜的名字呢 是蒙古族忽必烈这个皇帝给起的一个名字 从此涮羊肉既为宫廷佳肴 从此涮羊肉既为宫廷佳肴 宫廷佳肴的意思就是皇宫里贵族们吃的菜 就是从这天开始呢 这道菜呢就变成了贵族们吃的一道菜 康熙乾隆二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首宴 内中就有羊肉火锅 康熙清代的皇帝 乾隆也是清代的皇帝 我们来看一下 清代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代的康熙乾隆两个皇帝 两个皇帝两个大王 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 规模宏大就是很大很大 很大的千首宴 千首宴呢是清代皇宫里的一千人的聚会 一千人一千以上的人的聚会 我们叫千首宴 内中就有羊肉火锅 这里面呢就有羊肉火锅 后流传至民间 之后呢民间才开始有涮羊肉这道菜 所以涮羊肉这道菜该开始的时候呢 是皇宫贵族们吃的菜 然后呢因为千首宴之后呢 这道菜呢流传至民间 因为千首宴之后呢 这段这道菜呢老百姓才开始吃 由清真馆经营 清真馆 清真馆呢是这个伊斯兰教人吃饭的这个餐厅 清真馆经营 就说刚开始流传到民间的时候呢 不是普通的饭馆 而是先到伊斯兰教回民吃的这个饭馆餐厅里面去卖 公元1854年 北京前门外正阳楼开业 北京前门 北京的一个地方哈 外外边正阳楼 一个场所 一个一个一个楼 开业 开业的话就是开店了 开始营业了 是汉民馆出售涮羊肉的首创者 是汉民馆出售涮羊肉的首创者 汉民馆 汉民馆就是汉族人吃饭的一个饭馆 因为有宗教差异哈 伊斯兰教人是不吃猪肉的 所以呢 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人吃的这个餐厅呢 是清真馆 那么汉民馆呢 汉族呢 是什么都可以吃的 所以呢 汉族人吃的这个餐厅呢 就是叫汉民馆 汉民馆出售 出售就是卖的意思哈 卖 涮羊肉的首创者 首创者就是第一人 第一人 刚开始是清真馆卖的 然后后来1854年以后呢 汉民馆才开始卖涮羊肉 其切出的肉 片薄如纸 无一不完整 就是这个汉民馆切出来的这个肉啊 片薄如纸 就像纸一样薄 无一不完整 就是都非常的完整 没有破掉的 没有坏掉的 每一片都非常的漂亮完美 使这一美味更加有名 所以呢因为切的很好看 切的很漂亮 所以呢这一美味 美味就是好吃的菜啊 这道菜 这道涮羊肉的菜更加有名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宫廷佳肴或者是清真馆的时候呢 可能切的不漂亮啊 不好看 但是由汉民馆经营了以后呢 切的片薄如纸 非常完整 非常完美 很好看 所以更有名了 由于地区习惯和条件不同 食法各具风格 由于地区习惯和条件不同啊 每个地方的习惯 还有这个条件不一样 食法各具风格 就是吃的方法都不一样 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涮羊肉不一样 东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涮羊肉不一样 汉族和蒙古族的涮羊肉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食法各具风格 内蒙古涮羊肉多选用大尾绵羊的上脑 外脊 后腿 等部位 切成适度薄片 放在火锅沸水中 清涮 内蒙古 涮羊肉多选用 大部分是选择大尾绵羊 一种羊的品种 大尾绵羊的上脑部位 下 外脊 外脊 也是一个部位 后腿 等部位 就是做涮羊肉的时候呢 会用这些身体部位 这个羊的身体部位来做 切成适度薄片 就切成薄片的样子 放在火锅沸水中 清涮 清涮的意思就是轻轻的放在锅里 很短时间内拿出来 不用煮很久 如果煮的话呢 就不好吃了 轻轻的 大概10秒20秒 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再取以备好的芝麻酱 腐乳 韭菜花 卤虾油 等调味佐料食用 此吃法 肉质地鲜嫩 不肥不腻 心隐别致 嗯 就是这种吃法呢 肉质地鲜嫩啊 肉质鲜嫩的意思就是 肉很好吃 很嫩 我们一般如果觉得肉不好吃 嚼起来很硬的话 我们说肉很老 但是嚼起来呢 很 很好吃 很软 我们就说肉质很好 肉质鲜嫩 好吃的意思 不肥不腻 不肥不腻就是不油腻的意思 很清爽 不油腻 心隐别致 心隐别致的意思就是 有心意很特别 有心意很特别 心隐别致 北京涮羊肉有两个特点 一是选料金 肉片薄 北京涮羊肉有两个特点 一是选料金 选料金的意思就是 选择的食材 很好 非常好 肉片薄 记忆高的技师 半斤肉能切出六寸长 一寸半宽的肉片 四十至五十片 就记忆高 记忆高就技术很好 技师 技师就是有技术的人 半斤肉 半斤肉大概就是 两百五十克 能切出六寸长 寸呢是一个单位 古时候中国人 计量的一个单位 一寸大概是 三点三三厘米 那六寸就是 二十厘米 二十厘米 一寸半宽 长宽 长宽 一个计量的单位 长宽高 的肉片 四十至五十片 就是说 半斤肉 那可以切出 四十至五十片 的样子 能做到片片 薄如纸 均若浆 其四线 美如花 其实这一 这个句子 就是用来形容 涮羊肉 这个羊肉片的 切的漂不漂亮 薄如纸 就是薄的像纸一样 均若浆 就是很均匀 每一片的厚度 都差不多 其四线 那么就是 切出来的 这个非常的整齐 像线一样 美如花 就是很好看 很漂亮 如果你说 如果要赞美这个 涮羊肉 这个切得很漂亮 你就可以用这一句话 薄如纸 均若浆 其四线 美如花 是赞美这个刀工 赞美这个涮羊肉 切得很漂亮的一句诗 一句赞美的诗 堪称一绝 堪称一绝 的意思就是 一门很厉害的技术 堪称一绝 非常厉害的意思 其二 其二就是第二的意思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第二 调料精美 调配适当 其二调料精美 调料精美的意思就是 佐料很多很好 调配适当 调配适当的意思就是 放佐料的比例合适 不咸不辣 很好吃 肉吃到一半时 可涮几片白菜 以亲口再吃 肉吃到一半时 就是吃了一半的时候 可涮几片白菜 就是吃了肉以后呢 我们可以涮几片白菜吃 以亲口再吃 亲口就是把口腔 打扫干净 去除异味 去除刚才吃的羊肉的味道 再继续吃 肉片快吃完时 趁锅中汤味正浓 再涮点粉丝 这个趁锅中汤味正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锅里的汤的味道 最好的时候 抓紧这个时间 再涮点粉丝 粉丝 有点像面 这个 最后喝点涮肉汤 鲜美爽口 最后再喝点这个汤 鲜美爽口 鲜美爽口的意思 就是非常美味 很好吃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在描述 这个涮羊肉的特点 它怎么切的 有多长多宽 这个技术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调味的佐料 这些很重要 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吃 涮羊肉的顺序 先怎么吃 吃一半以后 肉吃掉一半的时候呢 再吃点白菜 打扫一下这个口腔 清理干净以后 这个肉快吃完的时候呢 再趁这个汤还很美味的时候呢 再涮一点粉丝 再吃粉丝 然后最后再喝汤 这是吃涮羊肉的一个顺序 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这个提问 一关于涮羊肉的起源 下面哪项正确 A是厨师的应急之举 应急之举的意思就是集中生智 着急的时候想出来的办法 对 这个就是正确的案 对 第一段落的时候已经已经说了 要打仗了 来不及了 好本来这个羊肉是要来烤的 但是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所以这个厨师集中生智 集中生智就很着急的时候 想出来的办法 和应急之举是一样的 应急之举的意思也就是集中生智 B 由烤羊肉发展而来 不是由烤羊肉发展而来的 烤羊肉是烤羊肉 涮羊肉是涮羊肉 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 不可能发展 C 由元氏祖忽必烈首创 元氏祖忽必烈这个皇帝首创是第一个创作的 元氏祖忽必烈只是次名 只是起了涮羊肉这个名字 那做的人是这个厨师 所以不是他首创的 他只是起名字 D 庆功宴时厨师做的一道菜 这个庆功宴是第二次做的 真正做的时候呢 是厨师集中生智 因为来不及了烤羊肉 所以才做了涮羊肉 那么第二次庆功宴的时候呢 是 效仿上法精细制作 这第二次做了 是模仿第一次的做法 但是做的更认真更仔细了 所以答案也不是D 答案也不是D 正确答案是A 二 北京涮羊肉的汉民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北京涮羊肉的汉民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汉民馆 汉族人吃的餐厅 汉族人吃的饭馆 A 元代 不是元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汉民馆 你看汉民馆在这儿 涮羊肉既为宫廷佳肴 康熙乾隆二帝 举办的千首宴 举办千首宴以后 才来到了民间 然后刚开始是清真馆 然后才是汉民馆 开始经营这道菜 那么这个康熙乾隆 是什么时候的 还记得吗 它不是元代的 它是清代的 清代呢 也不是汉族 它是满族 满族统治的中国 那我们这个涮羊肉 起源是元代 但是真正的老百姓 开始吃这道菜 是从清代开始的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 千首宴之后 所以呢 这里说 涮羊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老百姓 汉民馆 汉族人开始吃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A元代 错了 不是元代 是清代哈 那康熙时期 乾隆时期 对 就是这两个时期 但是同时出现在答案里面 就不能选了 只能选一个 那我们来最后看一下 第十九世纪中期 十九世纪中期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世纪 世纪这个词语就是 一个世纪等于一百年 一个世纪等于一百年 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是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九九年 二十世纪是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九九年 十九世纪是一八零零年到一八九九年 十九世纪中期是从公元一八零零年到公元一八九九年的中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年份 正好公元一八五四年 公元一八五四年正好就是十九世纪中期 一八五四年是十九世纪中期 正确答案就是D 这个学习这个的时候 最好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你去记忆 三 关于涮羊肉 下面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由民间传至宫廷 是从老百姓家里面走进贵族的餐厅的 不是 是先从贵族的餐厅里面再走进老百姓家里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B 受到国际友人的欢迎 国际友人是谁啊 外国人 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吗 不是 错了 C 吃涮羊肉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吃涮羊肉的顺序顺序是什么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先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 有讲究 讲究是什么 有要求有方法的 就是先吃什么 就是先吃什么再吃什么是有讲究的 有方法的 嗯 这个好像是对的 在哪啊 在哪段啊 我们来看一下 肉吃到一半时 可涮几片白菜 以亲口再吃 肉片快吃完时 趁锅中汤味正浓 再涮点粉丝 最后喝点爽肉汤 这个就是顺序 这就是在讲顺序的重要性 这样的话才可以吃出鲜美爽口的味道 才觉得这个涮羊肉好吃 你不能一来你就先吃白菜 然后喝汤 然后吃粉丝 这样反而吃不出涮羊肉的美味 嗯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C 那D是哪错了 羊肉多选用大尾绵羊的后腿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是怎么说的 多选为大尾绵羊上脑 外脊后腿等部位 不是单单的后腿 上脑外脊后腿这几个部位 好 所以这个D也错了 不单只是后腿还有上脑 好 四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 A怎样吃涮羊肉 B怎样做涮羊肉 C涮羊肉的不同流派 流派的意思就是种类风格 嗯 比如蒙古人吃的涮羊肉和汉族人吃的涮羊肉 就是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种类 就是不同的流派 是这个意思 D涮羊肉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涮羊肉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正确答案是D 它的特点介绍了它薄如纸 其四线美如花 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发展历程 它从元代到后来走进汉民馆之后 是怎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正确答案是D 好 今天HSK六集阅读就讲到这儿 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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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